加黑漆漆一片 只有些許陽光照射進來 走近一看 通通燒得焦黑 根本看不出來原本的樣貌 仔細看 屋頂直接消失 洗手台脫落 鏡子破裂 馬桶也不在原本的位置 這裡原本是一間流動廁所 還好火災的當下 住戶及時發現 那天晚上我是聽到那個 很像水蒸機的那個意思 然後又看窗戶 那個火焰 有煙又跑出來 我就趕快叫大家全部叫起頭 而火警發生的原因 跟停電有關 居民實在很困擾 想問該怎麼解決 才能減少停電次數 很困擾啊 對啊 所以是不是 你說像修解數 還是說要更換這些 比較舊的電線 塔仁市復興區 魁徽里8號凌晨2點 再度無預警停電 小孩半夜想上廁所 沒有燈 找不到手電筒就點蠟燭 結果竟然尿成火災 一家大小 總共8人半夜進行逃命 消防人員到場 火已經被撲滅 燃燒面積5平方公尺 突然停電的狀況 頻頻發生 9月10月 甚至國慶連假 也都無預警停電 反覆停電又復電 造成家電損壞 只是這邊道路狹窄 崎嶽 路程耗時 影響搶修 有樹竹鳥獸碰觸 我們的配電線路 以及民眾在打獵的時候 誤擊我們電燃線 也引起的 極其的停電事故 台電強調後續會加強 改善工程及巡視工作 今年年底也會增加 5處自動化線路開關 可以加速故障偵測 停電原因白白種 居民只盼問題能夠盡速解決 否則連基本的生活需求 對他們來說都是蛇翅 DBS新聞廖宗欣的身份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